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声明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今天要讲的课就是灵界辨证 那么关于灵界的事情 有的人说灵是看不到的 也不知道在哪里 也不知道它长得怎么样 多高 多重 多大 也不知道它的颜色是什么 所以讲灵界的问题 要让大家能够很了解 也是一种困难 没有办法拿那个形体 食物 来在各位的面前 来给大家看看 摸摸看 因为这个灵的事情 是看不到 摸不到 所以关于这个事情 有的人说 看不到哪里有它的存在呢 但是世界上看不到的东西很多 你说它不存在吗 其实它是存在的 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 在报刊上有看到有一位被人家谋杀的 但是在调查 查到一两个月查不出来 但是有一位警察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那个被杀的这个人去告诉他 他是被某某同事摩杀的 现在他的尸体在某一个地点 那个道路旁边进去几个公尺 里面的树林当中 那么这位警察呢 他就按照这个梦去看看 真的有这件事 那为什么有这种事来发生呢 另外一件事也是在报刊上所记载 有一个四岁的小孩 他的爸爸溺水死了 但是大家都以为他自己 醉酒在河边散步溺水死的 这个小孩有一天 做了一个梦 明明看到他的父亲 穿的湿湿的衣服来告诉他 他说他很冷 他死 不是溺水的 是被一个朋友 你叔叔 一起喝酒 到河边散步 结果呢 被他推到河里面去的 这个是小孩子呢 四岁 绝对不会说法的 当他告诉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去报案 结果这个凶手呢 就是他的同事朋友 因为他和他的爸爸很索 所以这个小孩子也知道他 常常叫他是叔叔 所以这个小孩子也知道他 这样就破案了 那这种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近在台中 最近在台中 有位信耶稣的 他一家人呢 五个人 他三个姐姐 和他妈妈 和他本身 那么他三个姐姐 出家 都是住在他的家的附近 那么他的妈妈七十多岁 每天都到运动场去运动 当他在走日的时候 就被车子冲死了 人家在六点多钟 把他送到中山医院 八点钟的时候 他的孩子是住在公寓的第六楼 听到暗影的声音 他跑下来看 结果看不到 他就爬上去了 又听到暗影了 他就说 妈妈你忘了带钥匙吗 结果没有回应 当他八点钟的时候 下楼了 林姬就告诉他 你妈妈因为车祸 送到医院急救 这个时候呢 他就追到医院去 他已经离世了 那这个基督徒啊 他虽然信耶稣 但是二三十年没有到教会 也没有听什么道理 他以为人死了也会回来 他说 他妈妈很倔强 什么事情都自己来 那因为 我们有所认识 道理上 我们去看看他 因为明天呢 他妈妈要做告别事 他一家人呢 只有他本身呢 信耶稣 但是 他 和他妈妈 感情并不是很好 很浓洽 当我们 去探望他 他就告诉我们呢 他妈妈很倔强 他一切事情都自己来 他不要麻烦别人 他说 妈妈来按电影 告诉他 报告他 已经离开世界了 他还说 什么事情自己来 我和姐姐亲戚到红墓的地方去看墓地都是很贵 找不到 那么第二天想再去看看 结果第二天早上又去看了 那一到那个挖土机工人 挖好了他的墓地回来了 要准备收工回来 他就看到 他的儿女们来了 就告诉他 你让他看 你妈妈 三更半夜叫我来 为他挖墓 你看这个好不好 这很好啊 比这便宜啊 一瓶才七万块 他说 我们找不到 他 我目的自己来找的 第三点呢 他们就想去为他准备一个棺材 那么就到附近 观墓行去看 结果已经做好了 结果已经做好了 那个师父老板说 梁先生你看 你妈妈 一点钟 夜间的时候 叫我起来为他做一季 这季 棺木 非常不错的 你看看 已经做好了 什么都自己来 什么都自己来 我们才要为他准备 为他买的时候 他自己来找这个老板 第四点呢 那个赵树的车主 他是一个黑社会人物 他不理你 他不来谈 赔偿的问题 我也问 结果呢 他在夜间去找他 他说 你发生事情 你没有和我 和你们 好好谈 然后 我就和你一生 没完没了 天亮 哪个车主的 港管 来找 他儿子 一下子就没条件打印了 事情就解决了 你看 这几个例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真的 人死了会回来吗 那你说 灵界 灵有没有存在呢 人的灵 到底怎么以为是死了会回来吗 当他梁先生告诉我的时候 我当面笑一笑告诉他 梁弟兄 你好久没有到教会来了 所以这些灵界的问题你都不了解 人死了不会回来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节圣经 请看撒木尔记下 十二章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撒木尔记下 十二章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在 旧位圣经三百九十三列 三百九十三列 大卫说 孩子还活着 我尽时扣妻 因为我想 或者 耶法林须 我 使孩子不死 也未可知 二十三节 孩子死了 我何必尽时 我岂能使他缓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这里所记载的 祖国以色列王的大卫 他有一个孩子 生病病得非常严重 那么呢 他就为了爱这个孩子 他尽时祷告 哭泣 盼望神会允许 免得他儿子死了 但是有一天 孩子就是死了 反而不禁食 不哭泣了 照常起来生活了 这些国家里面的大臣啊 大官啊 感觉奇怪 王的孩子还活着 他就这么悲伤 哭泣禁食 现在呢 孩子死了 反而正常了 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么大卫就解释了 他说孩子还活着 我尽时估计 因为我想活着神会 连续我的孩子 免死 也未可知 孩子既然死了 我岂能不能叫他再回来吗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也就是说 人死了以后不能回来的 但是 人死了以后不能回来 明明有人看到他回来 到底怎么以为是呢 这个就是说 关乎我们灵界的问题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学习灵界辨证的目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课程呢 底下我们就提出四点 第一点呢 我们为了了解灵界的奥秘 所谓奥秘 就是还没有打开 不能够明白里面的内容 到底是指吗 以为是什么东西的存在 那么 有的人就要向命 有的相信地理师 有的呢 也有看到神迹 奇事 这个就是灵界的问题 如果没有灵界的问题 世界上的宗教又那么多 有的到庙里面去 拜他们的神 有在山里头 拜树公树王 有的到海边 拜海王 海龙王 有的拜天上的太阳 一亮星星 有的呢 就相信星座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因为 有这个灵界问题的存在 才会有人这样相信 但是 看也看不到 摸也摸不到 那 我们怎么能够去了解这个奥秘呢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灵界的问题 是因为神的灵 圣灵 来启示我们 才能够了解的 我们请看 以乎所说第三章 以乎所说第三章第三节到五节 以乎所说第三章三节到五节 新的圣经 新的圣经 两百七十一页 第三节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 第四节 你们列了 就能够晓得我生知基督的奥秘 第五节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教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 启示他的圣徒 圣使徒和宪师一样 这里所记载的 说保罗能够了解基督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 不是他能够比别人有智慧 有能力去了解的 这里所记载能够了解这个奥秘 都是圣灵启示的 从圣灵 也就是神的灵 耶稣的灵 来启示我们圣使徒 先知能够明白里面的奥秘 关乎这个灵这个问题 也只有神的灵能够了解神的事 人的灵了解人的事 灵这个事情要靠着神的灵来明白的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十一节 除了在人里面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呢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所以说只有神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显明了 神也是灵 魔鬼也是灵 人也有灵魂 天神也是灵 那么这些灵的事情 到底会怎么来分别 怎么能够明白 那么神的灵也叫做圣灵 只有神圣的和其他灵不一样的 他会向我们敬拜他的人来显明 只有神的灵能够明白神深奥的事情 能够看得透 人的灵了解人的事 神的灵才能够了解神的事 所以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同在 特别的有这个恩事 圣灵会启示 信徒他的功能能够明白灵界的事情 才知道 才知道 人的灵死了 为这变鬼 人的灵死了也不为这变神 更不会成为天使 灵死了 人死了 你这个灵呢 就是归在一个地方 不能回来的 离开世界 不能回来的 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课程最重要的基础 要知道各种灵是独立 人的灵离开身体 这个身体是物质的 是会腐发的 是烂的 那个灵是存在的 不会回来的 所以我们先要了解 人的灵死了 不会回来 这是我们得到圣灵启示 才知道这个奥秘 第二点 学习这个灵界变成目的 就是为了要辨别 诸灵的正邪善恶由来 甚至他的工作 潜能等 并与我们有什么厉害关系 也就是说 世界上灵界的事情 这个灵到底是正的还是邪的 这个灵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我们有什么利益 对我们有什么害处 它是从哪里来的 它的性质是怎么样 那么它的工作在做什么 神的灵 魔鬼的灵 是在做什么呢 它的潜能有多大 那么这些灵存在 和我们有什么厉害关系 我们不了解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去了解它呢 我们如果不了解 正邪善恶不分别 那我们就会中它的记 被它陷害了 如果我们所敬拜的神 就是要靠祂 盼望祂保护我们 是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自由 给我们福气 但是如果拜错了 好像一个朋友 你要和他人生几十年 当回朋友 那你不了解他 会不会真的得到 你要得的目的吗 人不是只有落体上 生活而已 今生几十年会过去的 我们敬拜神 关于灵界的问题 关于我们人的灵魂 得救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 到天国还是到地狱的 将来会怎么样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要去辨别的 到底哪一个灵是真的 哪一个灵是善的 那么它到底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来看 帖上人家后书第二章 帖上人家后书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帖上人家后书第二章 一节到三节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第二节 我欠你们 无论有灵 有圆尼 有冒我名的书信说 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第三节 人不计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几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存人之子 显露出来 这里记载 因为主耶稣要再临的时候 那他来的时候呢 有两大工作署名 再来的时候 就是要迎接信徒 和他一起到天国去 另外一个呢 要审判这个世界 但是他要来 世界要结束之前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这里记载 我欠你们 无论是有灵 有圆尼 冒我的名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也就是说 这个末术关于这个灵 很复杂 混乱 魔鬼知道 基督徒一定要有圣灵 才成为信仰的凭证 有圣灵 才能够 得天国基业的凭证 所以呢 魔鬼就 他的灵 会假装神的灵 谁灵 假装正当的 恶灵 变成人家不了解 不能辨别 他就成为 以为他是好的 对人有利益的 所以这里提醒基督徒 无论是有灵 有圆尼 他也是好像一种圣灵 你如果不了解 辨别不出来的 也有圆尼一种灵眼 他得到那个灵也会说话 好像方言 圣灵的灵眼一样 也会冒 保罗的书信 也会说 一些议员 主耶稣的日子到了 最近这几年来 很多人说他得到启示 他议员 耶稣 已经降临哪一个岛 哪一个地方 很多迷信的信徒 就变卖他的一切 追到那边去等候 迎接耶稣来 他说耶稣要在地上 建立一个王国 其实 耶稣的国是属灵的 耶稣的国不是在地上 要立国的 所以有的人 都不了解这一点 就被骗了 被牧师 骗了 就浪费了他的时间 浪费了生命 浪费了金钱 或者浪费了精神 所以说 我们不要轻易 被这些灵的启示 因缘的 尖慌 动心 摇动我们原来 对圣经所记载的信仰 他说无论人用什么方法 你不要被他骗了 你不要被他骗了 总要 了解他到底这个灵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主要的 他是优惑 离开神 优惑人 来跟着他 信仰他 离开神 优惑人 不能达到信仰的目的 不能得救 所以在这个末世 一定有那些离道返教的事情 就纯仁之子 已经显露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 在这个末世的基督徒 应该了解的 我们再来看 约翰一书 第四章 约翰一书 第四章 第一节 约翰一书 第四章 第一节 新耶圣经三百四百 三百四百 亲爱弟兄啊 余切的灵 你们不可多信 总要誓愿那些灵 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事实上 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 第二节 还灵 认耶稣基督是 成了落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 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第三节 还灵 不论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这里 使徒 耶稣 他是主耶稣 最爱的那个文徒 当使徒的末期 他年纪大了 老了 但是呢 使徒的末期 已经有邪灵 异端 邪教 来引诱基督徒了 所以呢 他提醒当代的信徒 也就是现在在提醒我们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不可多信 由于这句话 灵不是只有一种 一切的灵 灵好多种 有神的灵 天使的灵 魔鬼的灵 人的灵魂 不可多信 那要来辨别 要试验 他说要试验那个灵 是不是出于神的 不是 到底这个神是 这个灵是从神来的吗 要试验看看 那怎么试验呢 怎么来判别呢 他说 凡是灵 论耶稣基督是承诺神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我们可以论出神的灵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灵是出于神的灵 是圣灵吗 当时啊 由于有的人接受 希腊文化 神责主义 他们不相信 耶稣是基督 是道从承诺神来到世上的 神在洛神的显现 因为他们理论就是说 物质是属于罪恶的 神是个灵 是神圣的 不可能神圣的灵 会成为物质的肉体 所以他们不接受 因为这样 他的结论 耶稣不是神在洛神显现的 不接受不承论 那么他也是受一种灵啊 他说他也是有圣灵啊 其实他就不是圣灵了 那么反过来说呢 灵不顿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了 那就是和耶稣基督敌对的 所以以前听说他要来 现在已经来了 出现了 他说这个就可以判别 那么经主耶稣道承诺神来世上 为了救赎人类 代替我们人类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结果呢 在十字架上 流出来的宝血 成为今天呢 基督徒赎罪受虚的全年 那么当他还没有定十字架以前 也就已经有预言说 他死了以后第三天要再护我 当时第三天 已经复活了 那门徒会做见证 而且呢 常常显现给门徒看 那么就是说 他在和门徒一起工作 传道 到处一变干鬼 四十天 然后要升天去了 当又升天的时候 他的门徒啊 就仰望一直看 天时出现 告诉这些基督徒 说你们所仰望的耶稣 怎样去 将来要怎样再来 所以呢 耶稣要再来 以前 也会出现 这种事情 当时不论耶稣基督 承若孙来的 那这不是圣灵 今天呢 耶稣升天去了 但是他 五神节 圣灵降临了 他说 他去 要拆圣灵来 那圣灵要为他做见证 见证他有到天上去了 见证他所讲的话 实现 结果呢 他升天十天 就是五神节圣灵降临了 当时的门徒正在祷告 在耶路上的一个楼上 大概也有一百二十个人 得到神了 声音很大 一响 当时各地的犹太僑民 回来过节 大家认证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所谓圣灵做起来见证 这些使徒啊 见证耶稣是救主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 那么呢 我们今天 真教会里头 也是和两千年前 使徒时代得的圣灵一样 有这个圣灵也是为耶稣见证 以无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所记载 现在教会是他的身体 那么今天不论真教会 这个灵也是有问题的 当时不论耶稣 承诺生到世上来 今天不承认 他圣灵所建立的 真耶稣教会 这个灵 我们也可以判别 他是敌基督的 这并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灵 这是我们在这里要辨别 这个灵的问题 需要了解的 第四节到第六节又说 他说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灵属神的 并且圣灵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第五节 他们是属世界的 所以论世界的事 世人也听从他们 第六节 我们是属神的 认识神的 就听从我们 不属神的 就不听从我们 从此我们可以论出真理的灵 和谬望的灵来 这里告诉我们要怎么判别 辨别这个灵的问题 他说啊 在你们里面的灵 比在世界上那个灵大 这是指的圣灵 神的灵 比世界上那些 魔鬼的灵更大 一切的灵更大 第五节说 他们是属世界的 论世界上的事 他们就听从他们 那我们是属神的 论识神的 就会听从我们 就成为一个 两个世界 两个团体 一个是属神的 一个是属世界的 那属神的 从神那里来的 讲神的话 讲真理 讲圣经 那属世界的呢 他所讲的 是讲世界上的事 就是 也不听从真教会的 所以真教会 告诉他 他不会听 虽然他也是信耶稣 信基督 他也是基督徒 但是呢 他不是 是主耶稣的 是主耶稣的 不听从 主耶稣的话 他不是属于神的 不会听从 神的教会的 所传的真理 他不会接受 所以这个灵 就有分别 他们所得到的启示 讲的一言 都是属于 落体上的 金钱 要发财 地位 民生 今天世界上的事 所得到的启示 这是 从妙王的灵来 他不会听从真理的 那我们是 听从真理的 所以 我们是真理来的灵 真理的灵 才会明白真理 才会在这个 属灵的团体里头 在中南部 有一个女性的基督徒 他 有一天 他的部落的人 他说 要信耶稣 要像某某 你是 那个人 信耶稣非常的灵 他祷告 很灵 那 有一次我问他 部落的人 怎么灵滑 他说 很厉害 他到山上工作 回来的时候 他发现 他的母鸡所带的 十七只 小鸡少了两只 他就去祷告 他说他们的耶稣告诉他 少了两只 是被灵机某某的骨咬去的 那像人家 讲 你们的骨 咬我的小鸡 你看到吗 他说 耶稣告诉我的 他说 他说 当我的母鸡 在下蛋的时候 我祷告 主啊 我的母鸡要下几个蛋啊 他得到提示说 十七个蛋 真的 他得到了 母鸡生了十七个蛋 当他在扶小鸡 就问耶稣 我的母鸡 十七个蛋 要扶出几只小鸡啊 他得到的提示 是十七只 所以他断定 少了两只小鸡 就是某某人的骨咬去了 真的 有人就看到 真的那个骨给他咬去了 这些启示 祷告 虽然是 有应验 虽然是 都对的 但是呢 这是属世的 都属于世界的 所以世界上的人呢 是 都会相信这个 但是属灵的 这个 事情呢 无关得救 这个 无关正义 和正义无关系的 这个启示 不是从神来的 这个 从没有望的灵来的 不是 真理的灵 由这样 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第一节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 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谋的道理 这里记在圣灵启示 在后来的时候就是末世 耶稣要再来世界毁灭的时候 一定有 有人离开 真道 那么真道他不听 神的话他不听 他听什么呢 听他引诱人的邪灵 不正当的 鬼谋的道理 魔鬼 他也有创造一套的道理 比如说相命师 地理师 他要为你断定你的命运过去 现在未来 他也有一套 有理论的 你才会相信 好像这些画符店做的 什么符怎么画 就会做什么事 会叫小鬼 去为他做事 叫大鬼 去抓某某一个人 做了什么坏事 这些他都有一个规格 有一个规矩 这就是邪灵的工作 我听 有一个从黑社会出来的一个基督徒 他以前在赌场混的时候 他说 奇怪 这个灵这个问题很奇怪 他说 那个 黄东 开赌场 那么看 里面 在赌博的人 整个晚上 谁赢 谁输 他有记诈 那么到了十二点 这个 椅子 就要转动 这样子 他就 他就 你姓成 你赚钱 你赢了 你剩菜 你输了 他会把这个菜的 谁个赢 那么这个赢的人呢 成的给他谁个输 下半夜 下半夜 转动这个座位 椅子 不正规行 真的就这样 他的目的 所以 就是不要他输太多 赢太多 他会继续 天天来 这个就是有一个规格 有一个魔鬼的 一套道理 这样才引诱人 来听他的 那么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默祷 阿们